阿富汗走都赫布爾有槍手闖入大學校園開火 造成至少19個人死亡,22人受傷,3個槍手被擊斃 安全部隊在大學外駐守 內政報紙3個持槍的武裝分子星期一 在赫布爾大學外引爆炸彈,闖入大學校園 同之後趕道駕安全部隊駁火,歷時大約5小時 3個槍手全部被擊斃 多地傳媒報導,事發時校內舉行輸展 率直的包括伊朗傳亞富汗大使和文化專員 暫時未知他們是否襲擊的目標 武雙組織塔利班否認策動襲擊